一画一世界,一夜一如来,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我们传统的养老方式是养儿防老,养育了子女,自己的养老就会有人管。 现实生活,却一次次地让老人们感到未来的迷茫。 网络里的报道,以及电视剧里的各种故事,再一次地告诫我们,未来的养老要靠自己,不要把自己的晚年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。 儿女友不如自己有,再孝顺的子女,不如自己兜里的钱更让老人安心踏实。 院区里75岁的江阿姨说,人到晚年,最为悲惨凄凉的不是没有孩子,而是自己兜里没有钱。 为什么拥有一儿一女的江阿姨会这样说呢? 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。 75岁的江阿姨,我今年75岁了,与有一儿一女,老伴过世了好几年。 我和老伴都是老中专生,所以退休工资不算少。 我现在有6000多元,自己住在单位的福利房里,虽然是三居室,可也是很多年的老房子。 为了儿子结婚,我们当时花完了自己所有的积蓄,还外借了些钱。 当时我们好不容易把外债还完了,老伴的一场疾病,让我看到了子女的冷漠和无情。 我退休后一直都没有休息,还在小厂子里兼职,老伴也是利用周末在外面兼职。 我们为了更快地还上外债,几乎比年轻时还要努力。 老伴是突发疾病,需要先垫付医药费和住院费,两个孩子都说没有。 女儿家其实还算可以,可她生气我对儿子的偏心,不拿钱。 只说,外家的女儿可以回来照顾伺候,钱是不会拿的。 儿子家确实没有。 最后,还是我找朋友借的钱给老伴办的住院手续。 可因为不及时,耽误了最佳医治时间,老伴最终还是走了。 老伴走了以后,我先把费用报销后,加上各种补偿,先把借朋友的钱还了。 最后还剩下了几万,儿子说,妈,正好我想换辆车,就暂住我吧。 这几万块都没有让我看见,就这样没有了。 老伴走了以后,我反思了很久。 是我们对女儿不太好,她结婚时,我把彩礼钱让她带回自己的小家,没有再多给她一分钱。 而我们对儿子也太过于溺爱,儿媳要大房子,我们借钱也要给买, 还是全款买的。 当时老姐姐们还劝慰我,不要全款买,这样你不仅背上债务,也不一定会让孩子们感恩。 现实告诉我,人到老年,一定要把自己的钱袋子守住了。 对待子女也要一碗水端平,虽然儿子会多给些,但也不要含了女儿的心。 面对子女的肯老现象,也要及时地说出来。 儿子结婚后,一家三口天天在我这里吃午饭和晚饭,从来没有交过一分钱的生活费,还经常在我面前哭穷。 也许天下的母亲都一样,只要儿子说自己穷,那就是真的穷,总想把自己的所有都给了儿子。 可一旦发现,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,一切都晚了。 去年,我生病住院,儿子女儿都推诿,不愿照顾伺候我。 给我请了护工后,好几天都看不到人影,我还没有出院,他们就商量着要把我送到养老院区。 我非常生气,可再生气,我能怎么办呢? 我现在没有自己的积蓄,只有每月退休金可以花。 我想请个住家保姆照顾我,儿子女儿都说太浪费钱了,还是去养老院比较核酸。 就这样,我一出院,就直接被儿子女儿送到了养老院来。 两个人一间房,很简单的家具,吃饭是集体大锅饭。 真心地从心里抵触养老院,如果当初我自己留下些钱,为自己的养老早些做准备,自己兜里有积蓄,我现在应该是在自己家里,请保姆照顾。 再后悔也无济于事了,既来之则安之。 我也只能宽慰自己,好好地活着吧,期盼儿子女儿能够经常来这里看看我。 为什么说,人到晚年,最凄凉的不是没有儿女,而是没有钱。 人到晚年,最怕的事情就是孤独寂寞。 如果到了晚年,自己有些积蓄,再加上每月的退休金,应该可以过得非常舒心舒畅。 现在终点宫和住家保姆都有,自己不想干活了,可以请人干活,自己无聊了,可以付费请人,陪伴自己聊会。 俗语说,人怕老来穷。 老了手里没钱,也基本上没了挣钱的可能,所以怕。 为什么怕,因为可能无法维持生活。 那人们可能会问了,那不是还有子女吗? 是的,过人长期秉承的是养儿防老。 老了,没了劳动能力,没了收入来源,但还有子女可以依靠。 但我还要补一句,并不是所有的子女都能把父母照顾得无微不至。 一,部分子女自私冷酷,不顾父母。 中国是父母,可谓是天下最无微不至的父母了。 但就是在这种无所不包的家庭氛围中,养出了一些自私自利,不知感恩的子女。 他,他,那以自己为先,即使有财力,有时间,也不会想到分一些到父母身上。 摊上这样的子女,如果自己有房有钱,可以给子女们发红包,或者让他们有偿陪伴照顾自己。 过去大家害怕被别人说自己不孝顺,现在人随便。 很多时候,心情的温暖也是要用金钱支撑的,尤其是到了暮年,真正享受养儿防老的老人太少了。 二,部分子女有心无力,顾不上父母。 不可否认,有些子女生活很艰难,像是广大进城物工的农民工,正是拿起砖头,管不了父母。 而留在父母身边,又搬不了砖,挣不了钱。 如此两难境地之下,迫于现实,大多数人只能选择离开父母去谋生。 像我的老家农村,甚至有个别老人死在家中无人问。 有一部分条件较好的子女,可以把父母接到身边居住。 一般来讲,父母生活能够自理,问题倒还不大。 但若是久病在床,矛盾是显现出来了。 久病床前无效此折射出来的,不仅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,也是现实生活的反应。 父母久病在床,子女人到中年,自己也有陪有子女,生活还要继续。 如何能有充足精力,长期服侍在病床前? 尤其是独生子女,连个剃手的人都没有。 这样日夜伺候,铁人也要倒下。 针对这种种情景,我不得不担心起老年生活来。 有儿女,似乎也防不了老啊。 那怎么办呢? 退而求其次,自己手里留点钱,上扬老院居住或雇人来服侍,似乎更为靠谱呀。 所以,人到老年,可能会发现没有子女不是最可怕的,因为即使有子女,也不一定靠得住。 而没有了钱,连最后一丝希望也没了,那才是最凄凉的。 钱虽然买不来亲情,但可以买来服务,总比自生自灭的好。 如果老年人自己有利有钱,即使没有儿女,也能够享受到好的晚年生活。 可以去好些的,依养结合的养老院,也可以居家养老。 更多的时候,有钱的老人有底气和尊严,面对子女的不满和小情绪,大都能够用钱来解决。 都说,这个世间谈钱伤感情,可没钱大多数的时候就没有感情,更何况越来越淡薄的亲情。 人到晚年,真正的凄凉是自己都里没钱,自己的晚年生活要依托别人的心善和良心,那样的晚年真的是很被动也很凄凉。 在这里要奉劝那些走在老去路上的父母,对待子女不要全部奉献,要学会适度自私,给自己留些养老钱。 面对子女的恳老,或者是不管,也要学会坦然接受,该说不的时候不要心软。 越到晚年的时候,越要学会看淡一切,包括亲情,以及各种情缘,以一种淡然的心态接受老去。 更要学会捂住自己的钱袋子和守住自己的老窝。 人到晚年,有自己的老窝可以遮风挡雨,有自己的老本可以为自己服务,即使子女不孝,也不至于那么悲惨凄凉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在这里,你永远不会孤单。